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该为家里承担的我也都做了 他在家很少和我交流 如果我多说他几句 他就要发脾气 做过很多过分的事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所以有时候就想逃避 我也真的很温暖 他总对我态度恶劣 我俩落矛盾的评理逐渐变多 这段婚姻越来越让我心寒 十年的婚姻让我心寒 掌声请出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41岁来自甘肃工程师 女嘉宾汪女士 40岁来自四川全职太太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了 怎么越过越心寒了呀 这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老公呢 她是在养家 但是她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回到家基本没有跟我沟通 我在家主要是负责带孩子 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 家务也是我一个人做的 包括她的衣服 孩子的衣服 所有的那些打点 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 很少说话了 为啥不说话呢 因为工作比较忙 基本上就是 没有时间在家里沟通 然后早上六点钟出去 然后晚上回到家 就八九点钟了 所以基本上就 很少有时间 那你们俩会吵架吗 吵架倒不是经常吵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说话 但是呢 如果要说话 就会有很多爆发点 比如说 有一次我闺蜜嘛 他一定要我去参加 他的生日会嘛 走的时候 我知道我老公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菜 他什么都不会弄 我中午的时候呢 就把什么事都给他做完了 然后我走的时候 千丁株万顶主妇 结果回来 发现那些菜什么也没吃 还买了披萨饼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气嘛 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当时是答应他 要把晚上的饭热了吃了 但是小孩子呢 又要想吃披萨 但是小孩子才三岁 他不能吃那种 添加剂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 两个生气 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回答我 就是一个披萨而已嘛 但是他给我讲道理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的 接着给我讲 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是讲道理 讲道理到最后 他不想听我的呀 他就突然拿着包就走了呀 拿着包走了以后 我就追他呀 他在停车场 开了一个车 哗了哗了就跑了 我在后视镜 就像那个韩剧一样 就使劲追 根本就追不上啊 之后他就走了 我就蹲那儿哭啊 我实在受不了 他不停地给我讲道理 那我就 离家出走 就逃离了 就先 但是到外面先清静 他都走了五天呢 一个电话也没打 那我要回来 不是还是回这 你生气吗 不是离这五天去哪儿了 就外边刘达 然后看看书啊 咖啡厅坐一坐啊 因为这倒是世界很大 想走就走啊 其实我当时 对他离家住着 我很怀疑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 到最后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把他那个 住宿的宾馆的什么 给我看了 我其实有偷偷 打电话过去问 确实他住那儿 我才放心 因为我以为 他有别的什么事 我这有什么事啊 我在家里的 所有的存款 不都在他的卡上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事啊 心不在不在呀 我心也在啊 但是难以承受 他经常都是这样 能暴力我 行 就吃个披萨 不吃披萨嘛 有啥就闹成这样 你们俩这十年来 谈过离婚吗 当然有啊 谈到孩子教育问题 现在我们住在那个地方 很多外国人 孩子要融入那个生活嘛 那经常要跟外国人 在一起玩 我想希望他跟孩子 都交交英文 但是他总是说他没空 没空没空 确实没空啊 你看你跟外国人交流 当然很好 我也希望这样 不是人家外国人 跟我们在一起玩那么开心 我老是打手势也不行嘛 孩子还有那个作业 是不是 幼儿园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帮我 五分钟都不能抽出时间吗 确实是没时间嘛 你周一到周日 全部都是有 当时你总是找那个理由 到后面 他发展到什么原因 他有一天 我这么说他 他就把那个电脑 我们买了一个东自电脑 还没有用的三个月吧 那个是给孩子教英文的 他哗啦啪就给我扔地上了 扔掉了 扔掉了 后来我也很后悔啊 你当时跟我两个 发那么大脾气 后来我当时也好气 我觉得他把我们家的 财产都破坏了 所以我把我们家音响也甩了 甩了之后我就跟他说 走 民政进去 你每次都是要拿到民政局 来威胁我 那好吧 走吧 我有车送你去啊 去每日 当时那里他也不下车啊 他也不下车 你希望能下车吗 他当时 我当然不希望他下车啊 他当时很干 他非常干 他说走啊 开车送你去行不行 走啊 他就给我 走啊 你不走 是不是 你是老总吗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怂的 他到民政局 他翘这个手 你先下来 你下 我说你怕什么 那你下呀 他也不下 然后坐在那儿 我们就看那个树叶 树叶要掉了 还不下吗 还不下吗 等了两三个小时 他说还不下 你待会儿那什么交警来了 看我停这儿不行 最后他又将我一军 我说走走 还是我软化 因为我是女人嘛 我说好吧 好吧 您呢 你回吧 你不敢下 以后就不要再拿那什么 民政局的事来威胁吗 你们俩真是 好好过日子不得了吗 闹腾什么呀 不都不想离吗 不是不想离 因为我在家太亲近了 他每天晚上九点钟回来 星期天心 六月公司加班 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过嘛 对不对 孩子也是我在那儿教嘛 我教的那个水平 我能代替爸爸吗 你看我现在个性 像不像女汉子 我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不是挺温婉的 我现在好像个女汉子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也想为家里 照顾一下你们孩子 但是确实是 那个时间上 确实调配不过来 没办法 是真的那么忙吗 他真的很忙 他们公司那个业务 在全国各地 要他去检查工作什么的 你们这次为什么来这儿 来我们节目 想干嘛 我跟他俩不是 矛盾那么深吗 对不对 你也是老师 让我说什么什么 民政局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想跟老师们 讲讲我的苦 我这十年来 我也激了很多苦 特别这一两年 我带孩子 我也憋得够呛 我跟你 跟赵川 你讲讲 我也挺高兴啊 你跟他们讲吧 我老师讲讲 我也挺高兴 我在家憋得慌 就是憋得慌 跑我们这儿来说 您说这话 我心里憋得慌 你为什么陪夫人来 之前呢 也是尝试和她沟通 但是沟通不畅 每次沟通呢 我都是听她说 你们会出去玩什么的 旅行什么的吗 我们出去玩就更搞笑 她一年四季 就那么几天假 我呢 好想跟她去旅行 所以我们 那个去年五一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带给父母嘛 我们俩就去 一说旅行就不要说了 一说旅行 我就是有旅行恐惧症啊 为什么 每次都是 很多事情 你不要说每次了 我们就说那个 善伟那次嘛 我们去善伟 也不敢走远了 就五一就几天假 去了一个宾馆 一进去就好吵 我说这个房间不行呢 我说得换一个 她就不高兴 她说那什么 现在这么紧张的 那个你为什么要换 她就冲我发脾气 当时我不想跟她两个吵 我就走了 我也没带电话了 没带手机 没带身份证 我一分钱也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走了呀 你走了你也跟我讲一下 你走一走 走两个小时啊 你明明就知道 你现在知道我 我走你没看见吗 我出门我就慢慢走 我其实是想让你来拉住我 你根本就没有拉我 你说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 你就装吧你 过来我就找她嘛 你不要再说你找我 你根本就没有找我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我走到外面的时候 我走两个小时 那个潮汕那个地方 老师你知道吗 潮汕那地方说潮汕话 不是讲粤语的 人家那些都听不懂我讲粤语 所以的话 当时的时候 我还问了好久的人 那些什么的 结果我跑回宾馆 我一问前台 他已经不见了 去哪了 他把我的房子都退掉了 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 不见人 我以为他去找更合适的酒店 我怎么可能 我没有钱 我没有身份证 怎么可能 也没找到 但是我看到有一家酒店 有吃有喝 然后有环境又不错 然后又安静 在那里一问他不在 那我就先坐在这里 我怎么可能在 我没有钱 等着他打电话来找我吧 因为他没有带手机 我也联系不上他 那你应该在远酒店不动啊 等了半个多小时 等你一个小时 他不来啊 我以为他又生气走了 那我在那瞎等了 没有 我在外面哭啊 我不想当着你哭啊 后来怎么解决了 又是我忍气吞声 等人家交流吧 让人家接个手机 我还不是打他的手机 打完以后 他说他找到一个酒店 最后我过去 他帮我付低时费 见面那一刻 我隐忍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还是笑脸相迎 什么都没发生 他也没说什么 我又忍了 所以我今天忍了那么多 我就是想跟嘉宾说一下 全职太太 也是那么好做的 我心里也很憋气啊 一肚子的火 但是我是被抛弃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抛弃了 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嘛 是不是 你嘴上没说 但是我走在那个海边 我心里有多苦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是被抛弃了 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我肯定去找你去了 你吹吧 你们俩就这一次旅行吗 还有别的旅行吗 今年春节 今年春节的话呢 就更 我今年春节的那个 今年春节就是我 丢人和四季节的 Strong�emen 你赴怎么冲之外 我就可以睡看 那不是要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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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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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关注 她脑子一说话就提高分贝 结果我现在比你声音还要大 都是被你训练成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我没法和她沟通 我一沟通她声音比我还大 都是跟你学的 我原来声音多小声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一个温柔的女人 到你手里就变成这样了 是吧 反思过吗 反思过啊 啥原因啊 我尝试她的沟通 她跟我讲道理 一个接约的道理 你招架不住啊 但是那个老师 我才跟你说 我结婚十年 还有我从我们谈恋爱到现在 我告诉各位 我真的一朵鲜花没收到 从来没过过生日 她也没过过 我也没过过 过生日给你买了个蛋糕啊 你就别说了 今年 还给你买了四十根蜡烛啊 今年是今年好不好 四十根蜡烛啊 对啊 就是今年 今年她才给我过一个生日 因为我是四十岁了 然后又是十周年的 那个结婚纪念日 不是挺好的吗 她说给我过个生日 我当时好开心嘛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好浪漫 她说绝对让你浪漫 哇 我就在那做美梦啊 我说啊好啊 什么什么的 有鲜花 有养酒什么的 结果我去了以后 啊 半个这么点小 那个蜡烛 那个油 全部都滴上去了 之前不是 一直都没过过生日吗 现在这次不是你的蛋糕吧 你听我说 我小孩闹着要吃 我把那上面油 怕 全扯了 就剩那么一点啊 全给我小孩吃了 你觉得那么慢吗 我也不会浪漫啊 鲜花在哪里啊 你要礼物 鲜花的东西 太不实用了 那我喜欢呢 你不知道在公园里面 偷偷地猜一个给我吗 不要去破坏公物嘛 你们俩就十年过去 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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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沟通 我也觉得憋屈 他也觉得憋屈 今天沟通都怎么样觉得 今天我觉得 我把我想说的话 都说出来了 以前都没有说过 你今天可没说什么话呀 但是我敢于这样说了 以前都是 你轻着 你当个轻重 轻着你能打瞌睡 行行行行 您今天处得快不快活 我不这么快活 还不太快活吧 因为他从来都没在家里 这么跟我讲过 这日子不过得挺好的吗 不是 但是我一个人在生活 我一天就是我一个人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我就是带孩子 一个人生活 都没人跟我说话 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吧 上啊 工作去吧 别在家里闹了 他不让我工作 工作了谁照过家庭啊 家里那么多事情 他没什么花花肠子什么的吧 那我不知道 钱都在他那里 我有怎么花 没得花呀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挺幸福的一个 但是家里的女主人 又说不出来的苦痛 是吧 哎呀 好难受的 好委屈的 家里的男主人 也觉得特别委屈 是吧 我在挣钱养活家 我也没有什么 歪门邪道的这个心思 你怎么还不满意我 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方女士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跟我老公一样 都是做房地产的 是管理吗 还是 对 管理多少人呢 二三四个吧 那我觉得在事业上 也是很成功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着了 回家就管理一个娃 还有一个老公不听话 他也不是不听话 他就是不跟我交流 对 所以可算是把您给憋坏了 但是我听二位的交流 我感受到 您在做这个全职主妇的 过程当中 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不要小瞧全职主妇 在2015年的时候 时代中刊 评了一位日本的全职主妇 为影响全球一百人 和他共同获奖的 还有奥巴马 普京 所以全职主妇 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全职主妇最担心的 就是三个字 被抛弃 我们这里不存在被抛弃啊 但我听到了三次 你离他远去 第一次是从家里走的 走了五天 您喝喝咖啡啊 看看书啊 你是觉得没有走 但是在他的心里 就是有 对于我们来说 五天是很长的时间 我很难理解到 我的先生五天 跟我没有任何的讯息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回到我的身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第二次 在异地 他出去了 您自个儿换了个酒店 他自己要出去 出去找更多事了 我都没有一分钱 我那时候电话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是在这里听到了 被抛弃三个人 您的 Lyft 安全 客人 健康 我 保护 这 我 我 我 你 要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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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作业老师 我是觉得您老公并不是一个 马上就能学会浪漫的人 那其实怎么样能给自己 最大的安慰和满足感呢 其实就是降低对对方的期望 只要看到他的改变 你要知道他改变今天是一点点 但其实他已经十分努力了 降低对对方的期待 互相降低 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 幸福感在里面 主要二位能够继续幸福下去 好 谢谢郑老师 来来来 有的时候沉默比唠叨更有力量 因为你一句话如果说十遍的话 他就成习惯了 但如果你这一句话只说一遍 而且非常郑重其事 义正言词地告诉他 那这句话又对他有震慑力 好 同样想要治他的事 只做一次 因为第二次就没效果了 怎么治我没治过他 我那次走是因为他 他毒我找不到酒店 我想你找 这不就是治他吗 没有啊 他毒我找不到 我说我就要找一个 最后我找到了 好 那就类似这样的事 那就不叫治 就跟他打赌 对对对 论对错的这样的事 只做一次 不做第二次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这个分寸感的话 那对方 我相信他也会有分寸感 总之我想表达是 其实在我看到的 您的先生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之外 整体来说 对您是不错的 因为他是完完全全 依赖你 把这个家庭 全部依靠在你的身上的 真正有一天出问题 是他离不开你 不是你离不开他 明白吗 好的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图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 根本不需要我们教 你们一点都会过得 不比我们差 我们还未必有你们幸福 怎么就不浪漫了 八天在酒店 从初一过到初八 一下飞机 他就跟你 哈喽 多浪漫 你要想想 有多少女人 就在跟自己的丈夫 同床共枕 去猜着他 可能跟别的女人 有一对 你有这样的担忧吗 你虽然那八天 你很难受 你满肚子的气 你就想着 我下了飞机 我怎么报复他 但一下飞机 他露出一张笑脸 你马上就笑了 这不是浪漫 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一个浪漫的男人 遇上一个现实的女人 那是悲剧 一个浪漫的男人 遇上一个浪漫的女人 那是小说 但一个现实的男人 遇上一个浪漫的女人 这就是生活 你们就是这样 男人太浪漫 不太会有担当的 女人要是太功利 那生活往往也是不快乐的 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氛围 他如果是浪漫的话 这个家庭是温暖的 他如果是现实的话 这个家庭是备有压力的 但如果一个男人 他是家庭的支撑 他太浪漫了 他就不会有担当 但是他过于现实一点 他往往是有支撑的 所以一个现实的男人 遇上你这样一个浪漫的女人 这就是生活 浪漫是什么 浪漫的背后 就是最不浪漫的肖母 你们三十岁才遇见彼此 兜兜转转遇见彼此 现在过得这么幸福快乐 这不是浪漫是什么 浪漫就是一辈子 只爱一个人 过一辈子 在现在这样一个 爱情素食的年代 你们彼此互相这么信任 只不过是有些幸福的 吵吵闹闹的小烦恼 你还要这么浪漫 我告诉你 就他这个木头脑袋 他不会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他挺浪漫的 他每天查公司航班的信息 然后知道自己做错了 跑到机场去接你认错 这就是他这种人的情商 而且这种浪漫很可爱 你有信任 他有担当 你有浪漫 他有支撑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家 别做了 不是 老师说我做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做 你今天在台上就挺做的 我不做 拜托好了 四十来岁年纪了 别老拽裙脚 行不行 都四十多岁了 真是 这一幕其实特别像 这两个人的内心写照 吐老师是用他对浪漫的理解 在解释浪漫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情感追求 因为我们可能觉得 这已经很幸福很浪漫了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身处的那个东西 让他感觉到不快乐 对吧 他是希望说 我再能这样的话 我就更快乐了 对不对 这就是人嘛 你握着幸福的时候 你会觉得还想要更大的幸福 今天来这儿是谁的主意啊 两个人的主意 十周年 来个纪念 对 二十周年再来一回 不想来了 为什么不来了呀 我第一次听是 有人说我很作 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 要深入反思一下 还好 所以我就不想再来了 你还可以 你老公挺宠你的 就一个建议 以后别消失五天了 消失五天有时候 真的让人伤心 别动不动就走吧 走习惯了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关上门 就不再回来了 这大概是这个婚姻里面 我看到的最大的隐忧 学会关起门来解决问题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老婆 我就希望你以后 遇到事情的话 给我讲的时候慢一点 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 给我思考的时间 然后呢 以后呢 我就尽量充足多一点时间 陪你和小孩子 老公 我今天听到老师说 我觉得我回去要想想 我是不是很作 但是我真的会从作的 这个方面检讨我自己 因为一个事情发生 肯定不是两个人的事 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希望老公你也给我时间 让我改变 我们都一起改变吧 不过你如果不改 我还是不会假身的 我努力改变吧 好好好 来 请亮灯吧 行了 回吧 谢谢老妹 老婆 你要回来啊 你回来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她绝对是在家里 闲着没事干 把老公带来溜溜的 你知道吧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姐姐带着弟弟走 慢点啊 来 见证老板各位 请见证 老婆我第一次给你带分件 带错了 不是这个 她咋不贵呢 你累不累啊 好 你起来吧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来 来 来 你那个细节 其实还挺那个 先生跪下 赶紧给拉起来 谢谢老师 就好好地快乐地生活去吧 该作还是要作 该闹还是要闹 就别再玩离家出走了 谢谢两位 好的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老师 结婚十年 我们没做什么浪漫的事 我们唯一浪一把 就是在全国人面前 秀了一次 我们是多么地不相爱 但是他们说 其实我们是相爱的 祝他们幸福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家里面前 一年多了 当我发现 他总是有事情瞒着我 而且和前任 也是无端撕联的 他总是怀疑我 总认为我和我的前任之间 还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他太多疑了 我曾经在别人那儿受过伤 他明明知道 什么是我所在意的 却屡屡触碰我的底线 一开始他管我 我觉得是因为爱我 可他现在变得加厉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 我的正常生活 我希望他能给我个解释 到底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欺骗我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吴 23岁 来自湖南空馆 女嘉宾小熊 24岁 来自江西教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我俩也算是朋友介绍的吧 因为那会儿 我刚好跟前女友分手 朋友也看我那难过的样 就是说介绍一个女孩子 给我认识 她也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之后就在一块了 小片里说 你这个曾经情感受伤是吧 对啊 受的什么伤啊 那就是我先跟你说说 我前女友的事吧 我跟我前女友那会儿 相处特别甜蜜 我对她什么都比较放松 结果呢 她跟她前任 不仅我乱四连的 结果后来打电话啊 什么微信啊 之后越来越被门加厉了 后来她就把我抛弃了 她前男友走了 你的前女友 跟她的前男友复合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很介意这个有前任 对 我很介意啊 当时啊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我没前任 当时我好开心啊 所以你跟她说是 你没有谈过恋爱的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因为我的话是陪她 一起走过来的嘛 那段痛苦的日子 所以我深深地知道 就是她会很介意什么 所以我哪敢和她说 因为我当时已经很喜欢她了 我要和她说 那不就完全没戏了吗 现在怎么了呢 因为当时吧 我俩就是她也理解我 就是怕我担心 我们俩就QQ 为什么都不通 那一天我就上到QQ嘛 就看见有个男的嘛 就隔三差五 老板夹她 她又在拒绝状态 我是她男朋友嘛 我肯定受不了 有那种陌生的男性是吧 去夹她 去骚扰她 我就去夹回去嘛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啊 完了 是她前男友 再你知道我又塌了一次啊 我那会儿 简直是崩溃状态啊我 不是 她有前男友连不联系啊 不能说她有前男友 你就崩溃嘛 虽然她拒绝 但是后面问她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前男友 她跟我说 还是跟我没有 我说那这个人是谁 她跟我说是陌生人 我说你这看这证据啊 你这你们脚边 我也没加她嘛 一直是拒绝状态 而且就是 对于你前男友要加你 你拒绝 对 一直是拒绝 但我脑子里就是无限遐想 我总感觉她那有点什么 我那会儿我们又一地嘛 我在上学 她那会儿毕业了 我当时就说啊 我哪分手吧 我说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呢 但是我特别生气 然后后来第二天 她就跑来见我了你说 当时我那个心软的呀 然后她也答应我了 她说啊 我绝对不会跟自己前男友 再有任何联系了 我保证 她这么一说了我 当时我又挺喜欢她的 我说那好吧 咱俩又再来一次了 等于你知道 她有前男友之后 你跟她分过手 对 她又把你追回来了 对 你希望你们再来一次 对 但是说前男友这个事 我又生气了 她明明答应我那一次 她瞒着我啊 她跟她前男友 独自去吃饭啊你说 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和你说 因为我和前男友 然后还有闺蜜 我们仨以前是好朋友 当时我在长沙实习 然后她过来玩 然后她想请我和闺蜜 一块吃饭 我一开始呢 一直是拒绝状态 因为我知道她这个情况 我很介意嘛 后边的话 就是我闺蜜 一直劝我也去 反正就是吃个饭而已 然后包括后面 我前男友 她也和我说 她说 不就是吃个饭吗 我对你也没那意思了 如果我再拒绝的话 就是显得我太矫情了 不是 所以说我就去了呀 但是这也是三个一起去 也没有什么呀 那你咋知道的呢 那一天呢 电话电话也不接 视频视频也不接 隔了十来分钟 给我发个短信 跟我说很忙 我的天啊 今天周末你很忙 你觉得说谁信啊 你说 当时我总觉得有点什么 看了她前男友空间 结果发现什么 她前男友 发了一组吃饭的照片 看似天衣无缝 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了一下那样 有个女的手在那玩手机 那手机壳啊 天啊 手机壳是我送你的 你生日那天定制的 实际上不可能出现第二台 我当时就 天又塌了 我觉得 你这天太容易塌了 孩子 对啊 我觉得我是个男子汉嘛 我觉得我应该顶天力气 但是感情这方面 我的天就有一遍一遍塌 我当时就直接跟她说 我是分手吧 不想理你了 分了吗 所以我还是没有分 咋没分呢 因为我舍不得她嘛 所以我就也一股脑的 就啥也工作 工作也不管了 然后就又飞过去找她去了 那大晚上呢 我下午跟她提的分手 那大晚上呢 就 哎 她也没去酒店住 她在我宿舍楼下 那就待了一晚上 然后呢 我早上一下楼 我看到她在那儿 哎呀 当时我就是一个男子汉的 我当时就想哭了呢 一个男子汉 这是 真的 那会儿真的一个女孩子 你想想在楼下 跟你待了一晚上 然后她那会儿吧 又跟我保证了 再也不跟她联系了 不会再对你有秘密了 又原谅她了 我说我们再来一次吧 可这事又没完啊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一块就是去KTV唱个歌什么的 就我们是说好了 就是说都不太不太亲属 然后我之前的话 因为就是两个人QQ互通了 然后他就能够看到 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没有想到 我和朋友唱的正嗨吧 然后他就突然间就冲进来了 你跟我说 这让我多尴尬 你说你跟国民去逛街 结果你去KTV了 有KTV就算了 你还有酒啊 大晚上那种场合 还有一堆男生 我和朋友出去 你还担心这些 但是我就觉得你很不安全啊 这也没什么呀 况且你又瞒了我呀 你又多了个秘密啊 我瞒着你 那是因为你和你前女友 不是出那事吗 我是陪你一直过来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 我也知道你容易多想 容易偏激 所以说我才不敢告诉你 当时我也一股脑呀 我当时我一看人家 你又瞒着我 我看那一堆男的字 你跟你唱得真嗨 你说我受得了吗 我肯定一下从里面 把你拿过去啊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呀 又分手了 这事倒没分手 然后呢 我主要是受不了 他前来有一些事 所以说他这太偏激了 除了这事吧 还有一事 他每一天有个习惯啊 就是定期地翻看 我的那个聊天记录 以及那个通讯录什么的啊 然后他看谁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一看到有一些不明号码吧 他就得先质问我 我一说不上来吧 他就马上就给人家 就打过去了 然后就质问人家 是和我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是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 那因为我爱他呀 不是 你爱他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 撇去这一边吧 还是一个很稳重 有担当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 本身就很喜欢他 不太吸引 按你的说法 你喜欢的是他这一部分 对吧 对 你又了解他这么多 你又知道他这个小心眼的人 那你完全可以 跟朋友聚的时候 带他一起去 而不是欺骗他 这样的 我要干嘛去啊 你明明知道吗 那全是他的痛点 你就把那痛点上戳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话 就是我和朋友们 就是都说好了 就是还有就是 你明明知道这样 为什么还要跟朋友说好呢 因为一开始本来就是 然后后边的话就是 我和他 就是他的话和我的朋友 所以你给到我们一个逻辑 所以你给到我们的一个逻辑 就是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就可以反反复复地 用我的方式对他好 这个方式叫欺骗 对吧 没有没有 我特想问你一句 你给我们的逻辑就是 因为我的前女友骗了我 所以我就要找个 没有谈过前男友的 对不对 对 分手 别吊着人家了 但是 不是叫什么劲 那两个人在这儿 就绕来绕去地较劲 你信他吗 不太信 你不信任他 对不对 你接受得了他极端行为吗 不是太能接受 不是太能接受 但是我还是很爱他 听明白了 听明白你们俩了 你们俩就虐着呗 所以我就希望 你们能帮开导开导 这事太难了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邱笔特问卷 小吴 你真是得了前男友恐惧症啊你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而且他这根警绳呢 时不时地就勒你一下 你就更受不了了 您那边的天哪 是一遍一遍的塌 可惜他不是女娲 他补不了你的天 女孩一直在说男生偏激 的确 他对于前女友的纠结 对你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因为并不是每个女孩子 有前男友 然后就一定会和前男友 藕断撕裂 但是在你看来 拥有前男友这件事 就成为了你们爱情的原罪 不因为他做错什么 只因为这个女孩如果有前男友 这就是你心里面拔不掉的一根刺 所以问题在谁呢 你有着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女生呢 一直在说他极端 他极端吗 我是他我也极端 暂且不说你隐瞒自己曾经有前男友的这件事情 因为好 我理解为你当时太喜欢他了 所以你怕伤害到他 你不说 那后面呢 和前男友出去吃饭不告诉他呢 向着对你有着爱慕之情的异性借钱呢 你不是利用那个男孩对你的喜欢吗 这一次次的谎言又算是什么呢 你再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你明知道他会痛 你依然往上撒盐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多多少少享受他对你的关注 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祈求 他回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其实是痛并快乐着的 男生你对女孩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就感觉他秘密很多 我总感觉会他也挖不完的秘密 所以这个探秘的过程 很快乐吗 并不快乐 爱情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彼此的信任 你对女孩没有一点点信任 女孩对男孩没有一点点疼惜 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呢 分了算了 祝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问你 他当时飞过去看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他你怎么来的 我问过呀 他当时说这是自己存的钱 坐飞机来的是吗 对 他说他钱面自己存的 但是我也没多想 好 那女生我问你 你对他绝不觉得像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必须要得到他 你之所以能够一遍又遍地骗成功他 就是你任性 你根本不是有多么爱他 你觉得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得到他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用什么样的手段 但是你以为的这种喜欢 其实不是喜欢也不是爱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会为对方去着想 会想到我做的这些事情 他会不会不高兴 所以你仅仅只是满足了 自己的一己私欲 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他 他之所以这样一遍一遍 能骗得了你 又和好 就是你们分手分得太轻易 和好和好的也太轻易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的 情侣分手不知道为什么分手 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好 反正就是感动得 稀里糊涂的时候就和好了 然后我不爽的时候 我就分手了 你第一次原谅了他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不是原谅他那次错误 那是重建信任 如果你选择了原谅 那么之后 有很多事情 你就要一直选择原谅 因为你间接表明 你接受了他这次欺骗你了 一而再再而三 他知道我只要略施小计 他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如果分手 就认认真真的分手 和好的时候要想清楚 分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解决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在一起 然后再选择和好 不能仅仅因为感动 就盲目地再在一起 好吗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一个人自身的状态 决定了别人对于你的方式和态度 他永远在身边的人和朋友面前 营造一种氛围 我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你们不要欺骗我 而且总是宣称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 没有前任的女朋友 是你自己把自己营造成像一个病人 时时刻刻对满世界说 我受了伤 不要刺激我 那周围的人该怎么对待你呢 那只有隐瞒了 他又喜欢你 又想靠近你 又不符合你的标准 那就只有隐瞒你了 所以如果你要像一个正常人的活着 就不要有那种歪逻辑 我受过前任的伤 我就找一个没有前任的 你这样的种种行为 和种种的这样的对外界的宣誓 让别人没有办法对待你 你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找到一个 真真正正能够走进你心里的人 因为谁在你身边 都是诚惶诚恐的 就像原来的那句俗话 你不要尝试地去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真的有这种障碍 去找心理医生 不要谈恋爱 等你迈过了这道坎了 你再去谈恋爱 而对于女生来说 爱情不是拯救 越是面对于这样的一个 你感觉你可以联系的男人 同时他身上有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要做的就是远离他 不要去靠近他 你在惹事 知道吗 你在害他 你知道吗 你也害自己 不要觉得这好像 像一场游戏 到最后你脱不了身 就这样 你前女友到底为什么离开你 真的是跟自己的前男友跑了 还是别的问题 不用再粉饰了 疑心重就是疑心重 不信任就是不信任 不爱上就是不爱上 何必一定要用这样的理由呢 女生 欺骗了就是欺骗了 没有什么原因和动因 我是觉得两个人 如果有问题 咱们就就现在的问题说 不要把这个问题 推向第三方 你们就是从来 不正视自己的感情 你要不相信他 就跟他分手 女生 一个连基本信任 都不能给你的男人 我都不明白 你还爱他什么 接下来去金融 那几天喝苦发红糖 真情有什么样 我们在一起 也这么久了 我把心里保证 不会再欺骗你 不会再以这个为幌子 去骗你 但你不觉得 你的保证太多了吗 多少次了 是 是太多了 你不觉得 我对你每一次信任 你最后都辜负了我的信任吗 你觉得我一个男的 按理说是吧 按古代词语感上 应该是顶天立地的 我的天 我被前女友只塌了一次 我被你塌了无数次 陌生的香水 让我蹦迹 我保证不会再骗你了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你又想想我 回去吧 两位 谢谢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我们的鼻子 我们一起相遇 我会成真你 我会从容你 谁要欺负你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我多句嘴啊 这次我怎么看你那么主动地就跑出来了 你是特怕失去这姑娘吗 我 我最后 我还是想通了 我觉得 我还是信任她一次吧 你别信任了 你还是相信你自己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有网友提问说 男朋友家庭条件很好 他一直都花家里的钱坐享其成 没有工作 天天看电视剧 睡懒觉 两家已经商量结婚的事了 我父母倒是不介意他这么懒 可我希望他改变 但他从来不听我的 最近呢 我们闹了几次分手 我每次下定决心不找他 忍不了一周 就原谅他了 我该怎么办 一个男人是否值得嫁 就要看他是否有上进心 是否能给你未来和希望 如果没有 你就要慎重考虑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 宝石护肤领先品牌 要宝石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宝石 石石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真正有效地 批肤过来